谢谢陈牧师为我们分享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的生命被上帝的话语激励 再次成为一个忠心爱神热切服侍神的人 接下来到我们期待已久的时刻 让我们一起来观赏我们的团队 尽心为汉冷牧师 还有我们Jeffrey组长所制作的欢送影片 弟兄姐妹平安 明天将会是我们Pastle Allen跟Uncle Jeffrey 离开马来西亚到澳洲定居的日子 我们很感谢神把这么美好的牧人跟组长放在我们当中 虽然心里是不舍的 可是今天我们要带着满满的祝福 为他们办一个简单可是却充满信义的一个欢送会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一段的短片 我们所敬爱的徐月荣牧师 出生于马来西亚彭亨州的一个古老小镇老屋 家里排行第六的他 从小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成长 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 月荣牧师离乡别井来到新山 他万万没想到 白马王子早已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公主 不久之后 Jeffrey王子和月荣牧师就成立家庭 从此以后过着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重温月荣牧师的新主经历和服事的旅程吧 我们有爱我们的父母亲 有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彼此的关系都非常的好 非常的融洽 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有接触到这个基督信仰 而是让我们在童年回想过程的当中 在很早期的时候 我们记得有一群的宣教师在我们的家乡里头 我们有播放过这些大影场所谓的现在所讲的那种开放式的影片 让我们想到其实福音的种子已经拨下了 只是我们本身没有察觉到我们怎么去进步到教会呢 就是有一天就是当我们会想的时候 难道世上真的是有一位真神吗 因此月荣就就问了Jeffrey弟叔说 世上真的是有真神吗 所以Jeffrey就告诉说 是的 真的是有一位真神 就是耶稣基督 后呢 我们就跟随着Jeffrey一同的进入到教会 真正进入教会的当时呢 我发现到原来教会唱所唱的诗歌 我非常的感恩 让我回忆最深刻印象的呢 就是当我面对这个信仰 面对到有这个拦阻的时候呢 我很感恩的就是有这对夫妻 就是巴西·Helen跟Jeffrey在旁边的给伴我度过 然后我很非常的感恩 因为由他 然后因为有主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能够让我能够平安的度过 也把我的丈夫带领到 我再次的回到上面面前 所以非常感恩 我回忆起当我来赞美教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耶融牧师和孩子已经来教会了 让我回忆最深刻的就是 当时候呢 我们全家耶融牧师还有Jeffrey弟兄三个孩子 Stephanie, Christopher, Sheila 那时候他们还很小呢 很小 那么很小的时候呢 他们就把孩子们带到神的殿中来 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个地方 我们到儿童银去 我们到儿童银去 Praise Kids Camp 我们去Dunjong Putri Golf Resort 我们有交费儿童银 然后呢 我看到耶融牧师跟我们一同配搭 那个时候呢 我们必须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那个银会去 把锅啊 铲啊 买了菜 然后耶融牧师呢 他就和我们一同就在那个厨房里面呢 就相处了 跟其他的妈妈们一同配搭 那个时候 金银姐啊 金毅啊 舒华 他们都在那里 帮助我们 在主办那个营卫 妈妈们在厨房里面呢 很用心就预备孩子们很爱吃的食物 孩子们爱吃食物 所以我看到耶融牧师 他真的是全家哦 投入这个服饰 孩子们在儿童银会 妈妈也在背过服饰 我觉得很棒的 另外一点我也看到这个姜 全家一同来服饰 我觉得很棒 孩子们从小在家会长大 在儿童会长大 在青年团长大 孩子们也学习去承担 那里诗歌 带领导告会 那里敬拜 学习分享 所以我看到这个家呢 过去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成长起来 到今天孩子们也做了父母亲了 那么也有故事和Jeffrey 他们也做了阿公阿嬷了 所以我看到这个家 真的是呢 从开始 到现在呢 这个家全家都在富士山 这个点呢 让我看到了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也成为祝福弟兄姐妹们 应当去学习 应当去模仿的 所以很感谢祝这次 他们要就是要到那里常住 那我在这里呢 我衷心的祝福啊 祝福这个家庭 那这个家到了澳洲 成为那里的祝福 这个家我们会去到哪里都成为那里的祝福 为祝福这些生命的国之旅 而成为一名的主持人的主持人 Mandarin 我加入作为优优独的教育 我们有很棒的时间 在优优独的 不仅在教育 但甚至在地区的 甚至在台湾 我记得 我永远感谢她 吃所有的蔬菜 当她提供给我们 因为我比较多的 肥肉吃 现在 优独 Helen 她永远来向我 作为一位 担心、担心、担心、担心 她是一种人 能够做事 她不可以让任何准备 她能够有 阻护她的担心 她是一位担心 我跟她的生命 尤其是由她 她拥有的优势和教育的 她在教育中心中心的教育 她也在教育中心中心中心 她是一位我的人我认识 她是感恩 而会在自己的方式上 与她少兴得出的 尤其是在她的需要 现在,她们说了这些 我相信 最大的信息她的生活 和生活的地方 是一种方式他们提供了孩子们 Stephanie, Christopher, and Sheila 三三个孩子们 都爱了神圣 全心 而是一种祝福的祝福 对耶稣的祝福 当他们在这里 在马来西亚 而现在甚至在澳大利亚 在那里的祝福 他对整个宣教的那一个看见 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你好像是记者 记者访问 当然 之前呢 其实我也有跟他去柬埔寨 去过越南短宣 记得呢 他去到河场的时候呢 他总是非常积极的一面 总是什么都难不倒他 就是我们所学习的一位很好的榜样 记得有一次在柬埔寨的时候呢 他原本预备了 一个奖章本来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怎么知道呢 忽然间就变成了主日学的一个敬拜 所以呢他就很容易的就 就把那个题材呢换成是主日学 我觉得他非常的能够适应环境以及随机应变 他在宣教方面 他是就是有一颗在宣教的心 只要你一说他去宣教 其实他很少说会拒绝你的 就算他的老公不陪他去 他都要孤身作战的带队一起去 到我问你了 一直你问我 没有 到我问你 没有 今天我是小记者吗 OK 到我问你 你是牧师吗 你现在觉得说他对你方面有什么样的 你的手不用整 你觉得他的老公 Blood Jeffery 有没有一个宣教的心啊 uncle Jeffery 就是在新山的时候 在教会的时候 跟我去短线看的uncle Jeffery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uncle Jeffery 而且是让我非常的惊叹 非常让我感到 触乎我意料之外的一个uncle Jeffery 好像变了一个人这样 因为他一出国的时候 虽然是妻子带队 可是Uncle Jeffrey总是给我看到的是在夫妻的中间 他很大的就是一个的支持他的妻子 然后在属灵里面的服饰 就是一直的也是真的是一个 Fully Support 的一个弟兄 一个丈夫 一个给我看到很好的榜样 这对夫妻呢 是我们这一生所要学习的榜样 祝福你们 我认识的Pastor Helen是一位充满热心 充满爱心的一位牧者 认识你十五年了 在你身上 我学会了用一颗顺服的心 不看寒净如何 仍然把神交给我们的事情做到最好 Pastor Helen你也是我 释奉上一位很好的mentor 是我的引领者 是我的良心意友 真的很不舍得你跟Uncle Jeffy 希望你们去到澳洲 一样的能够很好的祝福那边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神必定有他美好的带领 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的陪伴你 谢谢你们 爱你们哦 在这里呢 要谢谢你在过去的三年四年的当中 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当我一开始在教会的侍奉 从带领祷告会到一直怎么做一个的目者 你都是愿意的不断的来提升我帮助我 然后呢把我带到最高点来去服侍神 从你的身上学习到了除了如何的祷告 还有对神的信心 对人的爱情 还有感谢神在过去的日子的当中 你愿意打开你办公室的大门 让我随时的进去 跟你分享我的大小事 有时候我们就花一个小五几个小时讨论事工 讨论我们的需要 很感谢你像一个妈妈一样把我 还有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带一带 然后呢 祝福我的生命来去建造我的生命 在1993年我第一次来教育时认识的 他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因为我很亲切 而且可能我们大家都是广东人的缘故 就可以有些说同声同气 我和带领祷在这个28年的相似 我和带领祷从年轻认识到现在 我们大家都成为人家的外公外婆了 但是她不单单是我的好姊妹 她也是我的逐年长辈 尤其是我想起我们一切在六龄博士 她是我的逐年长辈 她是我的逐年 她是我的逐年 对 Helen 已经不觉得 我们已经认识了 大几年了 看这件事了 一下子彼此就在做粥 但是这个契红美组织了 所以我们没有准备了我们的心 但是她是一个好词的 帮你的家人 但是你最紧的那些 就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因为我认识中国是一个很高的大兴的博物 我跟Pastor Helen认识20多年 我跟他的教细也是不错的在教会里面 而且对于我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我每一年的生日 他每一年都会记得我的生日 他会召唤我 然后我去你家里载你 然后我们去吃饭再喝茶 另外一件事就是 因为以前我很少微信 所以他也是会召唤我的 今天你回去吗 如果你没有回去 来我跟你的传统方 来庆祝一下 所以我就觉得 这种的友谊关系是很温馨的一种 我衷心的 希望Pastor Helen去到澳洲 带着神的祝福去祝福 那边的教会去回忆 从我的属灵生命在赞美灵台开始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像属灵的母亲这样 不管是我们在服饰上 在教会的服饰遇到的问题 或者是宣教的时候 好像有你在的时候 就不需要怕的 什么东西都Pastor Helen祷告就可以了 Pastor Helen会讲说 可以的你可以的去就对了 希望你接下来在澳洲 能够在跟你的家人团聚的时候 能够真的享受这个 与家人团聚的福乐 然后呢在澳洲呢也继续 扩展神的国 Hey Pastor Helen Border Jeffrey 今天呢是我们 要从我们心中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一个几天你们就会去澳洲了 就终于移民了 那么我想 先让我的妻子来分享几句 她心中的话 然后我们来 让请师母来分享一下 Yeah Hi Brother Jeffrey and Pastor Helen Saying farewell to someone is never easy Especially when it's someone that's so close and had been with us for so long We will cherish the good times we all had together Pastor Helen I appreciate your work and the service you have provided especially helping Pastor Patrick in the ministry It was during that time that I was able to take care of my mum one of my brother and one of my sister before they went home with our Lord Jesus Yeah Thank you so much without you helping Pastor Patrick in the ministry I don't think I'm able to care for my family members Both of you have been very faithful in your service to God, the church, and the mission field Both of you will be greatly missed It is our prayer and hope that wherever both of you go and wherever both of you do that God will be with both of you and guide all your footsteps and that both of you will be a blessing I would like to bless both of you with the word of God 2 Corinthians 13 verse 14 May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you May God continue to expand your ministry in Australia And remember, do not forget us here Praise Lighthouse And Pastor Helen and Brother Jeffrey I hope you all will always get connected with us Yeah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parenting Because I see that you both are very successful parents Seeing your children growing up Fear God Love God Serving God This is the example that I would like to learn from both of you So I will contact all of you both of you if I need this parenting advice God bless both of you Yes, now it's coming to me Now I think I know I know this time will come because a few years ago I heard you say you are going to be移民 I think I think the most sad thing is in 1993 that time I was a teacher You are a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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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the first You are the first You are the first with us We are the first at the time We are the first with you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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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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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啊从国外来的 然后每一次我们就要找 就是看有哪家 要可以借贷奖元的 那你们就是第一个家庭 开放自己的家来借贷奖元 那圣经也有这么说嘛 而且凡是借贷限制的 那么你们就会得到 限制的祝福 我们还记得说 你借贷了不少有名的简言 像这个邵朱兰牧师啊 阿吉牧师啊等等 所以我相信啊 多多少少你借贷奖元 你都从这些奖元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也领受到 神给他们的恩膏 也领到你身上 所以我在想 今天你能够成为牧师祝福教会 我相信这些奖元的身上 你多多少少就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盼望这样一个祝福啊 这样一种 随时预备好服侍神的心 不会从你们移民到澳洲之后就停止 我相信神也同样呢 会在澳洲来使用 我相信 师母也会认同 因为你们是一对夫妻 尤其是你们是 一个 怎么说就是 亲子方面是非常好的 所以可以看到 这是有目共睹的 可以看到你的孩子啊 在澳洲哦 真的是很棒哦 现在也在那边有服侍 或许可能有一天 他们会当牧师 也不晓得 但是我相信 神把宣教的信放在里面 你要继续的去做神的工作 就是我们活到老 我们要服侍到老 所以盼望有一天 那么我们要再请你回来 海外的讲员 从澳洲回到我们当中来 那个时候就不一样哦 你的恩告哦 神要大大的使用你哦 所以我们夫妻在这里 就是要特别祝福你们 无论你们到哪里 都要以神的事 神的国为恋 实行的服侍神 来完成 上帝给我们 大家的这个大使命哦 那等候主耶稣再来哦 所以祝福你们 亲爱的月容牧师 感谢神把你这位忠心的仆人 放在我们教会里 成为我们服侍的榜样 如今 我们要带着满满的祝福 把你这份宝贝的礼物送到澳洲 继续祝福那里的人群 欢迎帕斯艾伦 哈喽大家好 帕斯艾伦 刚才我们看了那个短片之后 我真的真心觉得 你跟Uncle Jeffrey的服侍 真的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服侍 你们的生命触摸到非常多的人 我也是其中一个被祝福的一个人 感谢祝福 所以刚才呢 我们看见了这么多弟兄姐妹 对你们所说的话 现在呢我也想问你一下 你有没有一些最难忘的经历在教会当中 我觉得有最难忘的服侍在教会当中 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我觉得 那时候因为刚刚教会 从这个我们办圈到 从教会上面等他教会出来 然后我们就自己有了自己的堂会 其实是租的 但是那时候我们的服侍 我的服侍就蛮平密的 所以有一次就是我一直忙着在服侍小组 每天晚上是不是都是不在家的 就是我们夫妻俩 竟然忘记了还我们家中的电费 结果有一天我的家里被隔电了 回到家里没有电 我发现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没有电 原来发现到我们忘记还电费 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又好笑 又真的是我很投入在服侍当中 这是我觉得最给我很难忘的事情 那第二件最难忘的事情就是 我也是在服侍小组 我就是忙完了我的晚餐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热 把那个汤在热 回锅在热 我竟然忘记把那个火关掉 我就一直去了小组 等到我小组完的时候 我回到半路我才发现 原来我的锅我忘记关火 冲都没有这样快回到家 然后一回到家里 我那个锅已经变成了一个干的黑的窝了 哎呀这就是让我很难忘 我说哎呦主啊感谢主 因为我三个孩子都在楼上 我就想说主啊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办 这是令我很难忘的事情 谢谢你的感想 所以我们真的看到 真的全心全力都在服侍上 不过神的很严 别让我开头一路了吧 对对对 第二个问题我就想问你 就是跟我们一起分享 在教会这么多年 你觉得神让你学习一个最大的功课 因为我们也想一起学习吗对不对 我觉得最大的功课还是学习顺服吧 顺服的功课真的是 我告诉大家真的很不容易 要顺服 硕是容易 你刚刚讲起来真的要一个 因为顺服真的是完全不是符合你自己的意思 但是你确实要顺服 为了要让神的活继续的能够发展 也让上帝的孩子可以被建立起来 你就要必须要放下你自己 那个是很难的 对我个人来讲 因为我也是一个不太愿意顺服的人 所以让上帝在这一个服事的当中 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学习到顺服 不过无论如何 但我学习到顺服下来的时候 我发觉到当我放下我自己的那一个 所谓的主权的时候 我发觉到我得着更多 我也发觉到弟兄姐妹也得着 我不会因为着我的不顺服 而拦住了上帝的工作 所以这是我学习到最 我觉得是最困难的事情 好 最后一点 就想请你分享一下 或者有什么最后的话 明天就要飞了嘛 有什么最后的话 要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还有我们赞美登塔将会说的 也不可以讲是最后的一句话 我很怕跟人家说我是最后的一个话 因为我真的很不愿意讲到送别的事 人家说跟我践行 跟我吃的最后一餐 我觉得是很难过的 因为我不喜欢离开那种的感觉 你知道吗 所以真的是求神帮助我 因为我看到这间教会 是我从开始一个不会进入到一个 就是从一个小组 从一个会友进到小组的组长 然后在教会里面服侍 来伴职的服侍 然后就来到了全职的牧师 真的是整个阶段里面就好像 从一个小baby一直来长大成熟这样子 我觉得我要鼓励这个教会 我看见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大 上帝要祝福的一个教会 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喜欢做事的教会 我发现到不可以停的 他们喜欢做很喜欢服侍的一个教会 但是说你一发号事令说要做是什么呢 他们就是一起的来做的 我发现这个教会的动力在这里 我要鼓励大家 不要把你们上帝给你们的恩赐给藏起来 继续的来到让神被圣灵来 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现你的恩赐 发挥出你的恩赐来 在这个教会里面真的是一个可以让你 扩张你生命和发展你生命的一个教会 所以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 不管是年长年幼的 不要小看你自己 就是让神在你的生命上来建造你 然后被神使用 然后你会发现到你的生命很不一样 你的生命会散发出许多的辛香的香味 来影响更多的人 这是我要跟大家说的 谢谢发展你的勉励 不谢 接下来我要代表我们在美灯塔教会 把花书还有纪念品送给老师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还有这个纪念品 哦 谢谢大家 谢谢教会的爱心 我们先请坐 我想让大家看看这份非常有意义的礼物 我还要亲自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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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开耶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为什么这样难开 哈哈哈哈哈哈 还好吗 双美的 哇 里面肯定是很珍贵的东西 所以很 嗯 代表到我们满满的心意 想接住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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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里面 嗯 OK 是 OK 行 这边拍吗 OK 好 好 谢谢 哇 哇 嗯 里面是什么 哇 哇 嗯 这个是什么 这是 你看一下 这是你们全家服 哇 哈哈哈哈 然后呢 谢谢 这是我们President最喜欢的今晚 OK 至于我和我家 必定 事送也好 OK 谢谢大家 然后这个放上去呢 哦 原来是这样子 然后插USB OK 它就会有 晚上可以亮灯的 好 OK 谢谢 怎样行李满都要把它带去 啊 OK 谢谢大家 真的很感谢你们 是啊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先放上去 OK 好 我们要为President 好 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好 谢谢主 我们就保持 OK 是 我们 第一日陪我们一起为President 跟Uncle Shafi 做一个祝福祷告 谢谢主 天父我们谢谢你 把你衷心的仆人 President 跟Uncle Shafi 放在我们教会这么多年 Amen 我们看见他们的生命服侍 真的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 他们的生命也触摸到非常多的人 Amen 我们为着他们来感谢 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信徒 一个服侍的一个榜样 Amen 让我们无论到哪里 无论他们到了澳洲 还是我们留在马来西亚的 我们都 共同的一同的努力 学习顺服 更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也为着他们即将要去澳洲的路程也祷告 我们为着整个的路途都平安 神的你采拜天使天均与他们同在 让一切的程序尤其是最近在疫情的当中 他们需要隔离的需要很多的检查的 神的让一切都顺利 你与他们同在 神的我们也祷告他们到了澳洲跟家人团聚的时候 在那里继续服侍你的时候 神的你为他们开路祝福他们 全家一生都继续服侍你 我们将一切最大的荣耀都归给你 再次献上我们最大的感恩 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生命求 Amen 谢谢 谢谢大家 感谢神在过去的28年当中 透过海伦牧师 还有Uncle Jeffrey 成为一个小组长 让他们夫妻两同心的在赞美灯塔教会 所撒下的种子 所服侍我们的辛劳 都会结出许多的果子来 绝出的许多的子力 交更多的生命 因着他们的服侍得着祝福 让我们继续把他们的爱传承 分享下去 让我们继续做一个神中心的仆人 我们的聚会今天就到这里 愿上帝赐福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